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敦巴斯之战进入第三阶段 我们知道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军先是集中兵力,七路攻打 乌克兰首都击辅,但是遭遇惨败 一个多月后呢,俄军转而开始了敦巴斯会战 敦巴斯之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俄军试图在1951代取得突破 从而绕到卢干斯克和邓尼斯克的后方 包围住乌克兰军队 就像他们在马里乌波尔所做的那样 然后再予以歼灭 因为现代战争是不能被包围的 一旦包围了以后呢 军队失去了后续的源源不断的兵力、武器、弹药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军用物资的资源的话呢 那就会陷入困境 就不能持久 因为现代战争呢几乎就是流水线战争 就是军需供应战争 但是呢,俄军呢第一阶段的战斗呢 在1955遭到惨败 标志性的这个失败呢 就是在几次强渡这个北邓尼斯河的时候呢 遭到乌军的痛击 后来呢,俄军感觉到这个办法不行 因为俄军的供应线很差 他即便是绕道到乌军后方 他反而可能被乌军更容易切断 就是他的供应线被切断 因为你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从后方把敌人给围住 也就是说呢,你这个链条必须足够结实 俄军根本就没有这么结实的这个战争链条 所以说呢,他转而呢 把战争推向第二阶段 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在那个地方 猛攻北邓尼斯克和利西昌斯克 这是卢干斯克乌军坚守的两座城市 这个攻坚战呢,持续很久 双方的伤亡应该都很大 因为俄军呢,是采取一种毁灭性的战术 就是说呢,就是用大量的火炮 火箭炮,还有其他的这个炮火 也就是说实行那种摧毁一切的三光政策 把所有的防务都给你摧毁 让你人都待不住 用这种办法呢,最终呢,逼退这个乌军 乌军呢,一开始呢,为了坚守在镇定的 付出了不少伤亡 后来呢,采取比较灵活激动的战术 最终呢,在给予俄军足够的杀伤之后呢 乌军果断地撤出了北德尼茨克 最近这两天呢,又撤出了利息场时刻 这样呢,卢干斯克呢,就是全境 全州都被俄军占领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还有普京呢 都发表了声明表示祝贺俄军的胜利 但实际上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 这没有什么胜利可言 因为现代战争呢,你要讲究呢 第一呢,你的付出跟你的得道是不是成比例 如果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后夺取了一个 现在只剩下几千人口的城市 都是一些的残缘断并 那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呢,一般国际评论家都认为呢 俄军的这种战术是一种失败的战术 是一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 早已被淘汰,早已过时 目前呢,但是俄军呢,并没有新的办法 因为俄军的这个各级将领呢 一般来说都是愚蠢无能的酒色之辈 他们只能循规蹈矩地按照普京的命令形式 而普京呢,他对军事并不懂 还有邵姨谷呢,也是一个小土木工程师出身 这两个家伙呢,实际上脑子里面传承的 也许都是他们年轻的时候看书得到的 战争就是大炮轰击,步兵充分 因为坦克呢,现在又不行了 乌军呢,有太多的这个反坦克的利器 各种各样的这个导弹 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标枪导弹 是专门用来给这个俄军的坦克开罐子 所以说呢,第三阶段的战斗呢 也仍然是重复了第二阶段的战斗 也就是说呢,俄军呢,不敢有太高的舍望 仍然采取那种毁灭性的打法 实际上俄军在这个战斗中复出的这个 炮火,火炮,火箭炮,火箭弹 代价是巨大的 因为那个炮管,火箭管都要经常更换 俄军的武器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现在呢,几乎是把能拿出来的家当都拿出来了 所以持久战斗呢,俄军最终呢,将是将要衰竭 另外呢,就是实际上呢 现在一般的军事评论家都认为呢 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战争呢 其实并不是由俄军说了算了 虽然俄军呢,依然想在这个 这个邓尼茨克的这个战争当中呢 占据主动前 因为现在呢,乌军仍然坚守着 50%的邓尼茨克州的土地 但是呢,俄军呢,想在足够的这个攻打 已经意义不大了 比如说目前呢,俄军的主攻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那就是这个,叫做斯瓦夫·杨茨克 这是俄军的现在的一个下一步攻击目标 因为呢,一般认为呢 这个乌军呢,现在呢 很快将要在赫尔松,就是南线去的突破 而且呢,乌军呢,已经把战场的目标呢 紧紧地盯住了克里米亚 其实呢,俄军呢,也有准备 俄军不仅从四面八方调集援军去防守赫尔松 阻止这个乌军攻入克里米亚 而且呢,俄军呢,最近又有一个举动引人注目 那就是呢,为了防范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 他们在那个地方设置了一个假的目标 就是一个引诱尔设施 引导呢,乌军导弹来射偏 就射到那个设施上 然后不要射这个大桥 因为这个大桥一旦被摧毁 那么俄军的陆地补给 将只能通过赫尔松一带进行 也就是说呢,俄军已经做好了 失去赫尔松以及附近的那一带这个城市的准备 就是已经做好了退守克里米亚的准备 所以说呢,他要确保克里米亚大桥的安全 但是呢,一般网友都认为呢 俄军的那种诱饵设施呢,不管用 因为现在的这个乌军使用的导弹呢 很多都是很先进的,有多种这个导航设施 所以说呢,能够准确地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只不过现在时机还没到 另外呢,乌军也需要对这个目标呢 逼近一点 逼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反射多枚导弹 一口气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从而中断俄罗斯的交通 此外呢,今天的好消息呢 是英国把没收的俄罗斯资产全部交给乌克兰 今天呢,英国外相,也就是外交大臣特拉斯 正式通知乌克兰 英国呢,要把没收的大量的俄罗斯资产呢 交给乌克兰,用于乌克兰的这个重建 因为乌克兰现在已经满目苍移 到处都遭到破坏 道路和桥梁 就说呢,都被俄军的导弹、炮弹、火箭弹、炸弹 摧毁了太多 英国呢,这个举动呢,是历史上第一次 就是它作为一个第三国 它没收了一个有侵略也行为的国家 并且把这些巨额资产呢,交给了受侵略国 这个俄罗斯人呢,跟中国人一样 他们都喜欢把财产放在美国和英国 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两个国家最保险 放在其他国家都不保险 所以说呢,俄罗斯呢 它的寡头公司,甚至它的国营企业 国有公司,还有它的这个金融 这个产业呢,都在英国有大量的资产 这些资产呢,都已经被英国给没收 最主要的是,英国开了一个好投 也就是说呢,为其他各国做了一个反应 其他国家,像美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 还有欧洲的这个几十个国家呀 都可以模仿把他们没收的扣押的俄罗斯的资产 不管是国家资产,还是寡头资产,还是公司资产 通通给予没收,直截了当地运往乌克兰 作为对乌克兰的补偿 所以呢,这意义重大 此外呢,英国首相泽连斯基呢 今天还跟,英国首相这个,约翰逊今天还跟 呃,泽连斯基总统通话告知英国最新援助的这个武器呢 的抵达时间 啊,同时呢,英国首相表示呢 他确信吴军可以夺回领土 特别是克里米亚 而且事实上呢,英军这笔武器呢 包括这个,呃,这个硫磺石等等 就是奔着,呃,收复克里米亚去的 呃,所以说呢,呃,这个英军呢 英国呢,在这个支援乌克兰战争的这个 呃,这个举动方面呢 往往都是非常前卫的